這樣一句 庭園生生生氣去 庭園生生生氣去 庭園生生 姐妹情生 1980年代你很難不認識 歌壇這隊 江家 姐妹花 當時江蕙主攻譚語 江淑娜喜歡國語 但在節目上回想起來 好聽不衝突 那江淑娜會有今天的成就 跟一失一解的江蕙 有世界關係 我一會兒一直都在一起後面 我都被我堅持 嚇到自己的歌 被我堅持唱歌 九十六歲的時候就歪了 因為他認為說 我應該要自己成長 要長大 我是覺得 人本來就是要靠自己 就是說我做得到 他應該也做得到 我十歲我也一起去 一張車廟拿去打 坐公車去那種 一百歲 是啊 我覺得我可以走 他也可以走 好刺財 吃晚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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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著唱現在 等我 也有 老師 然後模範 然後一種標桿 一種追求的目標 後來反正也追求不到 那不止一條線牽著我走 姊妹變成這樣也蠻好的 二姐做得到 妹妹也要做得到 當時一個十歲的江蕙 牽著八歲的江淑娜坐公車 到北投走上賣藝 只為了貼補家用 有時妹妹不想走了 江蕙還得背著她 姊妹倆相依為命 把童年獻給Nakashi 二姐妹妹我最痛苦 是 我怕到哪裡都說 江蕙的妹妹 後面看我 江蕙你好 你們這些在做什麼 你們這些簽名照 常常有這種問題 是 活在二姐的名氣下 讓江蕙把壓力變助力 走出自己的路 而這段被形容成是 風箴的姊妹棋 也畫成這首紅吹完幫 暴風的時鐘你閃了一段距 把心來的月說出給我知 來面有你的笑容有你的白色 也有你身前的愛 放風吹 溫柔姐剛才吊什麼 你看 她讓我拉著那條線 那條線就像她 但是我唱如果放她 她如果背去 我就沒有安全感 我一直覺得她 她給我是一個很大的支柱 一條線維繫姐妹五十年 之後江蕙那轉型主持 海陸為金鐘獎 讓總是很ㄍㄧㄥ的江蕙 也偷偷掉淚 那金鐘獎那天 我真的特別特別 待在家裡面看那一段 然後當那一段出現的時候 我真的 我希望看到那一桑那 就是蕙那拿一個獎 對 然後其實她很多 她都已經背好要講什麼 不是她的時候 我真的是 其實我在電視機前 我已經哭了 這一段我沒有跟她講 因為我覺得她是對這個 你覺得比她難過一百倍 我很難過 這句一般人是怎麼唱 一定是 只有一小酒 了解我 人家會換開就我 我沒有支 我是這樣唱 但是二姐的潘色 才沒穿開 對 只有一小酒 了解我 我沒有支 我沒有支 你這樣不累嗎 多久你知道嗎 真的 你唱真的怎麼唱 我是這樣 都沒穿開 對啊 你把我兩個支 別的到底沒穿開 有歡笑有淚水 講會江淑娜 從苦情熬出親情 如今二姐常累了 想休息 江淑娜第一個支持 所以讓這對歌壇經典的 姐妹情誼 再次被揮揮